你喜歡嗎? 很美 不光这身衣服 蜡烛 红酒 还有这氛围 我都很喜欢 但我就是不知道 你到底想干嘛呀 今天是我生日 早说呀 玩什么神秘呀 你早告诉我 我给你举行一个热闹的派对 我不喜欢热闹 以前在家的时候 就是我弟弟 还有妈妈三个人一起过 我喜欢和自己最亲近的人一起 很荣幸 我能成为你亲近的人 来 祝你 十八岁生日快乐 我二十七岁了 人啊 不管男人还是女人 十八岁 是最美好 最快乐的 祝福嘛 叫找路 来 生日快乐 十八岁 谢谢 我以前答应过妈妈 二十七岁之前 要把自己嫁出去 可到今天了 我仍然是个圣女 圣女 没错 只不过是圣大的圣 正在圣开的女孩 所以你一定会找到一个 浓得欣赏你的美和内心的男人 我想我找到了 就是不知道 那个人懂不懂 谁啊 你告诉我 我有经验 我教了他 这么说来 你懂我了 嗨 我还一口把自己埋了 回答我 好 我承认 至少在你身上啊 有我欣赏的 才好的气质 还有那衣服的安静 这些都很吸引我 让我感觉很舒服 但同时也有内疚 内疚 对 因为我在欣赏你这些美的同事 也给你带来了委屈和麻烦 还有思念 你知道吗 每天 我除了在公司里跟你一起工作 我就活在回忆里 回忆 每天跟你在一起的每一个瞬间 然后再期待着 期待着第二天 再与你相见 这种思念 思念是一种温宣的东西 然后呢 然后呢 我想 我可能爱上你了 此外 我有心 先 也是 啊 您 今天你生日 怎么感觉我却收到了一份珍贵的礼物呢 这么说 你接受吗 当然 我接受所有女孩子的表白和爱 因为这对于我来说 都是珍贵的东西 对于她们也是尊重 不 我希望我在你心里 跟她们不一样 当然 否则我不会坐在这儿 今天 你能陪我吗 可以 对不起 我想先去一下洗手间 好 我问她今天晚上 能不能留下来陪我 她说可以 我不知道接下来该怎么办 她是说 陪你过生日 还是陪你过夜 这个我也没问清楚 那我再试试 好 如果 她愿意陪你 那说明她爱上了你 如果你愿意的话 可是你不要有负担 对于我来讲 我只是看清楚 她爱上了别人 而对于你来讲 你只是接受了一个 爱你的人 好 我知道了 噓 噓 Zither Harp 也许流星化的痕迹 只是瞬间的美丽 是环境 高总 可以叫高涵 高涵 我想你陪我 我刚才说了 可以 我是说 一直 一直陪着我 可以 那我很想知道 接下来会怎么样 接着听音乐 喝酒 微醺 然后接着酒精 谈情说爱 然后上场 再然后 我们会成为 地下情人 这种感情 要么谈话已见 要么 惊天动地 或许 会因为这个 跟杨小婷离婚 和你在一起 又或许 会有下一个 比你更有味道的女人出现 然后接着音乐 红酒 表白 上场 初诚 我说的都是实实在在的话 我可以接受一个女孩子 发自真心的表白 但如果 我可以轻易地接受更多 那么我也可以轻易地 接受任何一个 欣赏我和我欣赏的女孩 所以你要想好了 光有行为不够 还得有能力 有能力在承担 这个行为造成的好过 如果你真的想好了 可以 我想再去一下新手间 在那个落雪的天 不再看你的脸 我微笑着流泪 是心酸的滋味 开不了口 说再见 一切都早已不见 不是阳光太耀眼 眼泪一连成线 你我的世界不停纠结 每一分 每一秒 你我的故事开始纠结 分不清 走不开 你我的世界不停纠结 每一只云 每一幕 你我的转身 平行的交错 两颗心 三红泪 喂 他走了 不是我没留他 是他根本就没打算留下来 我现在觉得我很难看 回来了 回来了 看着好像很累 是 有点累 我是走回来的 好几次 差点走错路 走回来的 从哪儿走回来的 算了不问了 喝了 喝了 但是没敢喝多 怕喝多了 找不到家 阿婷 我今天 可以不睡书房吗 当然可以 这是你的家 这是你的床 可如果只是身体睡在这张床上 而心在别处 没有意义 是我的天使你 我看你 我看你 他只能跟你 我看你 你 我看你 喂 喂 我不想再继续下去了